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我们有请对阵双方登场吧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但XTOP看到戴上的帽子我觉得应该有点小加全 哦 就是说现在JASON是没有扇子的 是的 两个人都是有自己招牌的道具的对吧 这次决赛的卡组也是跟之前所有的比赛卡组都不一样 是的 截然不同啊 概括了所有天梯上的快攻卡组 是的 也是两位OM战队的选手应该在四场之后 也是有一个集体的准备 他们同时拿出了快攻德鲁伊 这都是基本没有出现的卡组 五套卡组里面共有12只杀手蟹 是的 每个人都是基本上起码带一张杀手蟹的 也就是说你只要带上了海盗的卡组 你就面临一个被吃掉以后直接场面前去崩盘的可能性 是的 而且最有趣的是 紧森有海盗 不单单说你杀手蟹多 海盗也多 萨满有海盗 那个战士有海盗 盗贼有海盗 甚至说连德鲁伊全都有海盗 所有卡组都带了海盗 是的 当然关键点还是在X-HOP的这个盗贼 其实我觉得杰森周的这五块的阵容 主要还是来抓盗贼的 是的 我感觉还是杰森周是不是要好打一点 这边有一个盗贼 然后有个中速列稍微还是慢一点点 包括这个打脸的话有一个萨满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考虑直接把对方的中速列一半 其他四套卡组全是海盗 我就杀手蟹来干你吧 好 那么这边的话杰森周的最大问题就是他有一个七盘树 他这个七盘树的话前面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理想 包括在半决赛中也是打得比较惊险 我们先看X-HOP的卡组是一个任务贼 一个中速列一个海盗战 一个海盗打脸萨还有一个野兽的 我们看到X-HOP的最佳战绩是2016年黄金总决赛的亚军 他也是代表我们中国参加了卢士传说市井赛的东季赛 所以这次的话他是又有至少有一个机会获得一个亚军 对 他现在是又获得了卢士传说市井赛春季赛的资格 以及中欧对抗资的资格 杰森之后的话获得奖就有点多了 杰森之后的话获得奖就有点多了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2016年夏季赛的冠军 2016年暴取加建华全明星邀请赛的冠军 包括在最终加建华也是获得了四强的好成绩 戏牌树 七七列 海盗战 野兽德 还有一个打脸萨 这五套卡组我都特别怕 因为我是一个任务贼玩家 那么我们看到杰森的话在前面的卡组里 胜率最高的是清玉德 十杠七也是因为总盘数打得太多了 所以各个卡组平均起来胜率都这样吧 是的 由于我们小组赛包括八强是一次打的循环赛 那么选手也是打了很多的比赛 所有的胜率都是五十刚过一点 萨满被扮了 萨满还是比较容易能吃 扮德 扮德 一边扮德一边扮萨满 首发 杰森周是不是要海盗战了呢 我猜是 气排员先发也不错 最难跑的先跑吗 看看吧 我觉得第一场很有可能是一场海盗战刚内战 或者说上猎人 因为猎人带着双杀手线打海盗战 是不是比较有把握 也是有优势的 如果你敢上海盗战 我一个双杀手线猎人来抓你 我感觉杰森周这边的不稳定因素应该是 气排员 气排员 对 我觉得气排员有点问题 XHOP的关键点是这个任务贼嘛 然后那边是气排员 都是最最短的版 增幅我们要看短版 看看两个短版的发挥怎么样 是的 其实我觉得之前的比赛 XHOP都没有拿掉帽子 作为解说其实也蛮不习惯的 现在拿上帽子大家都很舒服 这才是我们最常见的XHOP 永远挑着一个帽子 那么杰森他现在没有扇子 猎人抓T7猎 T7猎抓这个任务贼比较稳 一般来说 他这个猎人其实是来抓战士的 但是没想到遇到了一个贼 抓任务贼还是比较稳 抓任务贼还是比较稳 对两费在任务去火雨精灵 这种策略 就打猎人的话 一费一定不能挂任务 挂任务掉死血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一费对面下了一个怪 我直接硬币转刀砍过去 然后两费再把任务挂起来 他这一排很有可能这么打 一费上这个吃炎蝙蝠以后 很有可能硬币转刀 如果能贪中的话 那这个哈哈战场比较厉害 考虑到哈哈是个冲锋 你贪不中就炸了 这时候不敢贪 但是没关系嘛 我下回合哈哈就冲出来 还是可以冲锋 那还是跳了 跳刀 这个开局的话 我觉得这次任务贼有可能打不过啊 我觉得任务贼有机会 结果很大 任务贼这种这么糊的棋手很少见 杰森周有一个杀手蟹的机会啊 看后面能不能过到杀手蟹 最好是三费 感觉战手有点难 我觉得 刀贼优势很大 对到这又是特别大现在 贝刺 该有的全有了 那要不要考虑挂任务了这个时候 可以挂 不挂也行 不挂的话他到三费再挂 然后用那个工程师学徒做任务 我觉得这里贝刺上三个 我觉得这里可以留贝刺上两个 火雨精灵加这个哈哈 贝刺就留着 没关系 那我们可以挂任务 对吧 这回合既然我们优势这么大 就把任务先挂起来 先挂了也可以 我们说不定用火雨精灵来做任务 这个不确定 那这样的话用火雨精灵做任务 然后交贝刺 也可以先传攻 下回合再决定用火雨精灵还是用 先交传攻吧 下回合再决定用谁做任务 哎呀这里需要一个杀手蟹啊 好还在强考是不是交贝刺 这样的话交贝刺吧 我觉得这样交贝刺 因为他只有半把刀 然后 半把刀留着还是有用的 被刺 他好像是想卖脸 卖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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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话这杯洞虎吧 一个被刺就解了 那么任务贼占了猎人的场 你敢信 就任务贼还没有做任务 就已经被战场了 对 一个被刺就搞定 两个被刺就有点厉害啊 太厉害了吧 这是打 戀物贼打猎人完美七手了 完美完美 没有更好了 回手都已经满了 太可怕了 好现在拿什么做任务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拿过牌 先不用拿 先不拿 下回合再决定 下回合拿过牌吧 这里裸上去又是 我觉得是又是 我觉得只能裸上迅手师了 对比那雷们超龙靠不一样 放狗的话 打这个任务贼还是不错的 因为对面会扑 然后你放 他选择了多射箭 有点慢这样打 这样打5倍 就要冲 肯定是出七零了 我觉得这个迅手师 就架不出去了 其实 我们看一下这一张 能不能把任务做好 不行 那次 一一七连 二收回来 然后再上过牌 我也觉得过牌 做任务好一点 够牌的话就可以说 确保自己 抓到更多的回手 是的 再找一点冲锋 任务做完以后 找个四一代发 对吧 就很多东西需要找的 这里直接被刺 然后可以过牌 然后再上一个 加机身百度人再过牌 这样 先暗影步 先打脸之后 暗影步过一招 也可以 是不是好一点 暗影步能不能留着不出呢 也 就我觉得一一打脸 然后被刺收回来 不行不行 一定要暗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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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拿回来一个两费的 暗影步一次 熊猫一次 现在是差一次的状态 差一次 差一次一定不能卖任务 我就记得这一点 因为这一招 因为他决定拿这个来做 也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一二的小声 这个是可以卖的 因为我可以拿里面的来做 对 这个优势就是能卖 不用过牌 过牌的话 你还要留着不能出 而且当前场面 这是最强的打法 暗影步 再过牌 来得及吧 来得及来得及 直接双击就可以出了 他不一定出了 不一定出了 他不出了 下回再出 然后一定要用这个做任务 犀牛 冲右边那个 可以 先冲犀牛好一点 这里因为下回合要打二加四 那这回合只能上犀牛 那这回合只能上犀牛 放狗 大灰狼 选择抢脸了 哦 开始换思路了 就只走脸了 但我看他的手牌 我觉得好像抢不了血量 走着 走不过呀 对 不结场的话走不远啊 感觉 暗影步做好了 没有 四级待发我觉得挺好 但是他现在差一次 如果是暗影步 现在就已经直接可以开任务了 是的 就是所有的怪全变务 现在也可以开吧 现在开不了 开不了 差一次 就小葫芦也差一次 都差一次 所有的就是三个不够 先上那个 这如果用过牌做任务的话就开心了 不过这个是上帝视角的 我们只是假设一下了 撑一下 然后那个狼外婆冻住他就可以了 或者说 清解了吧 我觉得这边的话可以全上了 因为对方放狗交了 还是 就是 留一手 留一个葫芦 然后冰川猎片可以出 冰川猎片把这个一一动住 是的 这个东西不要让他死很烦 你也可以A开把里面的动住 这都可以 或者直接把这个动住 直接动住吧 不用A开了 下狐个抽牌很关键 万一还是 做不完就跟他 是的 没关系 这个场面我觉得 就他这个场面 能坚持好几个回合 猎人 怎么抢到二十天去 嗯 杰森中唯一的机会 好吧 我们看AXOP他根本不留任何怪 输的怪全家 不管了 我觉得不做任务 好像猎人都打不过了 打不过了 杰森中的猎人有一个特征 只有一张放狗 他明显是知道只有一张放狗 这个场面无敌 对全家冲出来 上犀牛吧 别上那个凶手师了 犀牛走脸 凶手师射箭 好那这样的话 杰森是每次都射箭了 来不及啊 怎么看都来不及 除非对方特别黑 回手回手 消失 诶 冰川那片 离座任务还有一段距离 有点尴尬 我觉得他当时就应该把这个A开动住 现在你看很烦 不卖脸了 把4-3动住 所以就把这个野兽给解了 现在是冰冻两次 葫芦两次 火焰精灵两次 火焰精灵三次 三次 对对对说错了 两个一二都是三次 二一是两次 对对 那就不怕哪一个被解了 反正都能做 你除非把我三个都杀了 我怎么感觉 杰森都有机会啊 呃要看 接下来两抽 走脸啦 犀牛走脸 走脸吧 换姿态了就这个杰森周 他已经切换了三次姿态了 那欠赖的话发现一个问题 AXOB的所有的一二都被解光了 这就是用一二做任务的差 如果他用过牌做任务的话 已经完成了 应该已经完成了 就是当前之前场面稍微差一点点 你可以多过两张牌 是的 多过两张牌只要能过到回首就可以了 就机会大很多 这也不是说选手的问题 只能说是发牌员不给力 发牌员不给你面子吧 你没办法 就是你没有办法运见到后面的牌是什么样的 通常是用过牌做任务是打中后期职业的 解牛 牛还是要解没办法 用脸解 这样的话就是他 对方把你那个一二一解 对 把你两个一二都杀 那你只有神抽这个一二了 我觉得抽 好像就一张牌 抽消失能翻吗 抽消失 不行不行不能翻 没有了 现在已经绝种了 对方抽了一个 这样解场就可以了 不用打脸了 接接接 解光 对 机器列转型了 呃 回元素太慢了来不及了 他抽到这个一二也来不及了 因为他这回合任务做完也没用 豆佳能不能抽到个一二 抽这个还有机会 呃没机会我觉得 因为你不能结场 这边打你脸就可以了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啊 首先来个一二还有还能打 火炎精灵 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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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是用过牌做任务应该是能赢 对这一排马后炮的说一下的话 熊猫回首熊猫下回过任务好了 但是自己会死吧 会死啊 熊猫回首熊猫还差 还差吧 还差肯定还差 哇好惨 对啊 还差一次呢 我们发现安克里一胜利就差一张牌 我感觉起手都已经赢了 我见过最糊的起手就是 X-HOPE的起手 我见过最卡的也就是 X-HOPE的后面怎么办 是的 有的时候就是很气 就只有三个 然后就永远走不好 就自信嘛 我自信不就不需要过牌了 这手牌怎么看不够完任务呢 安克这种还好 我经常是三个就读你解不了我那个任务 然后被解了 这才是最惨的 那么本来任务贼很有很大的机会直接先跑掉的 太可惜了 最弱最短板的职业差一回来跑了 这盘可能是他机会最大的对局了 因为之后打海盗叫什么的更难打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来 接下来是我们怎么应对吧 这边的猎人跑了删下三套牌 都是 杰森周删下三套牌都是三海盗 哪个海盗杀手蟹多上哪个吧 他这边的话 上猎人 猎人 两个 杰森周可以上打脸战啊 打脸战怕谁啊 只怕一手提起猎 他连打脸战都带了杀手蟹啊 对我觉得杰森周这手真的可以上打脸战了 没什么好怕 这边四个职业谁抓得了打脸战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毕竟是双格拉卡爬行蟹的 双爬行蟹的 双爬行蟹的 双爬行蟹还是很有机会的 我是忽略了杀手蟹的存在 就是以海盗战这个卡组 就是海盗战是这样的 你两倍被对面一杀 就很难打了 对 看到这个 德鲁伊的话不得不吹一波 活体法力真是强无敌啊 我被他打死不到多少次了 是的 活体法力是这样的 人家活体法力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到底有一个方法叫消失 就消失是目前看来 解活体法力最舒服的一种方法 退化加大小翁 退化 这边一个一二二冲了出来 冲的吗 扔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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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考虑一下假装自己还有什么东西 有亚莎几星机要贴的样子 他丢了 再丢两个 然后变脸 这是打动物园可以 我先战场 可以 三个攻击频率你怎么解 魂火只能砸一个 他的卡组的曲线还是有点高的 其实 这里有一个冲锋 冲谁呢 下回合 直接硬币魂火吧 好 来了 直接砸 这样至少看上去你变脸 正好可以把我解到 我觉得这边有点难受啊 恐狼还行 恐狼 下我一加一 下我一加一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这过的牌还不错 这里有没有贴个皮啥的 这个 哇这个是神抽啊 这个要上 肯定上啊不可能变脸了 上吧 我觉得这个一三没必要解了 那什么是最好的 三血 哦不对 现在是王羽可能是最好的 王羽两个一 王羽两个一 加一加一吧我觉得 加一加一跟王羽两个一 差不多吧 就保持一下 频率 加血也可以 这里好的东西还挺多的 其实 就不要拿什么潜行风路啥的就好 这里总结一下就是 怎么都不亏了 对 他考虑下要不要变脸啊 那么 这套动物园 是没有两废的气牌的 所以说 交了张魂火 这个一三的威胁值也不是很高的 孔兰也飞到了 没有BH力他 是的 他也选择解 那么 解的话这样下回合就难受了 我觉得这解一手可能是 代比啊 要输 我觉得他是这么想的 对面动物园应该没有什么冲锋怪 海盗帕基斯除外 你看这一加一真的是完美啊 就是 选手的视角肯定是没想到 这边海盗帕基斯刚好已经战手了 感觉这一手就已经输了 本来这头 我看不到这鲁鱼怎么赢了 魔暴龙又在很有战斗力了 赢点是火体法力 火体法力也来不及 因为只有三个 来不及了 现在不少抓一个一费才能来得及 抓一费 哇 机会来了 这波我很强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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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强 最初也神兽 上了吧 上了吧 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一点 海盗帕基斯在快空里面是多么重要 王宇王宇王宇 王宇 他会远嘲讽保一下后面那些一一吗 应该不会吧 王宇更加直排 等于说是buff加2加2了 王宇就上那里两个一一嘛 那两个一那你吃了就吃了 混火 这边要上 三费的雏龙 兇恶的雏龙 能保吗 我想知道保得住吗 保得住 袍笑就保不住了 会开袍笑吗 会吧 会吧 没牌打 所以他有没有怪有没有怪 怎么都得袍了 好吧 这张之火很尴尬 那这样XHOP只赢一手火体法力了吧 对就赢一手火体法力啊 袍笑几乎变两把直接卖脸来砍 这样保草难怪 还有分解还有分解 咦 这是 这是愚人 这是贪了 他选择不咆哮 这个东西打脸有点可怕 我觉得他是想等着王羽去咆哮 好我们先打一下看看 鞋场 鞋场 不谈 他要射死这个怪 射死这个怪 那个3-2也保不住 但是对方同时面临这个3-2和飞刀的威胁 刚才他解了一个什么 解了一个海盗 是吗 是的 就是这放弃了一个风怒啊 这一点街上都是稳的可怕吧 我觉得加三血也是 对啊这太稳了吧 这不打脸 红火砸了 砸了吧 砸了就剩两个1 还是死一个 就是有没有可能 呃 混火砸这个2-1 这边野色又鬼抽了 又鬼抽了 又鬼抽了 撞一下 咆哮解飞刀吧 这太不行了 焦了吧 这个咆哮没有用的 你站不住场了 焦吧焦吧焦吧 这样讲 我们跟他抽一打一 德鲁鱼这打牌 还是有点后面的 只要抽到活体法力 这边6个2-1 铺就也差不多了 反过来想 只要德鲁鱼不抽 活体法力和分解的话 我是稳赢 每回有两张牌 对 圣光会庇护 Xhop真是 但 大板 我就不咆哮 我就不打脸吗 难道 杰森周这边配合一下 可以啊 我觉得动物园不打脸是对的啊 但你打脸可以加三血啊 也可以风怒啊 风怒就更赚了 砸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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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下午再出个潜行或者风露或者加雪都可以啊 是的 潜行或者加雪 真的一点都不贪 一点点都不贪 他不贪对面也没办法 曾经有一个风露他都不要啊 我觉得XLOP的问题是他将咆哮死都不交 上回过你咆哮直接就行了 早就可以交掉了 这回过还赔个胜盾给人的 不亏啊 这回你还是要咆哮啊 他上回过已经是交咆哮最后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的 他前面已经放弃了一个机会 那现在咆哮就差很多了 3-5一定要减 如果这一张是活体法力的话XLOP就有了 但是他不是 如果活体法力的话他可以激活咆哮下去 我觉得XLOP就是想把咆哮留给活体法力 他这样的激活咆哮一起留给活体法力 是的 是最一天的 嗯 他觉得只有活体法力咆哮才能翻 其他的都翻不了 那那个凶恶的雏龙会单刷你到天荒地老的心 消了吧消了吧消了吧 这个东西3-5太可怕了 我觉得咆哮你再两个你先活体法力 然后再抽一个咆哮 这个逻辑是不是很好理解 还不交 还不交 那雏龙单刷了 这个太可怕了 我现在这雏龙不打脸 我觉得XLOP很气啊XLOP都可以啊XLOP XLOP说我当初没选封怒 要不不知道多少次了XLOP 是的XLOP 杰仑周这边的话就是不打 就不 我现在不用打脸了呀XLOP 我3-5打你3-2就可以了呀XLOP解干净就可以了XLOP 解干净就可以了XLOP 对啊XLOP 我3-3打你1 怎么说XLOP 火体法力XLOP 一点都不贪啊XLOP 我根本不需要打脸XLOP 火体法力XLOP分解没有了XLOP 火体法力也翻不了了XLOP 我感觉XLOP 因为这里有4个攻击频率XLOP 翻不了XLOP 翻不了XLOP 还不及了XLOP 杀手蟹 他最大数量的XLOP 齐火就是扔地板了XLOP 对扔地板了XLOP 对扔地板了XLOP 现在可以打脸了XLOP 两个一起上XLOP 嗯XLOP 架在那个中间XLOP 不要架雏龙吧XLOP 架右边XLOP 都行都行XLOP 对XLOP 因为对方这个德鲁伊 其实也没有什么解场牌的XLOP 随便打了XLOP 这边我用大胖子去解23XLOP 都可以XLOP 神盾XLOP 随便XLOP 加1加1也无所谓XLOP 都不重要了XLOP 攻击还多高一点的 因为对方的德鲁伊是没有很少的 就没有解场牌 一定要有战场才有输出 这个德鲁伊就是这样的 全减 我觉得JASON 对于这个3-3-3的XLOP 使用的特别好 就是不贪 对吧 对 他知道我这卡组怎么赢 动物园 我就是要控住场面才能赢 是的 我不是要去打脸去触发那个进化特效 意义不是特别大 那我为什么要带XLOP 其实就这样 我打一下 就优势的时候 你打那个清语德就不一样了 打清语德我就疯狂干脸 就靠他单刷你了 这个队局是这样的 你没有火梯法令 我给你打卡X 通过卡X这种方式来击败了哥哥 是的 就刚才这两个卡组是特别相像的 如果没有场面 然后他就是特别弱 对 区别在于德鲁伊前期强场面能力更强 因为他有激活这种东西 但是动物园是打到中后期的话 每个两张牌更厉害 现在已经2比0了 就比较快啊 后面两套牌都不好抓 一个打人萨 一个海盗战 抓萨满吧 这么这样看的话 我觉得萨满还是容易被抓一点 其实这样 我觉得这个萨满比海盗战 抓海盗战还现实一点 抓萨满可能更困难 现在考虑一下我们怎么赢海盗战吧 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这些牌里带了很多 格拉卡爬行蟹 可以吃海盗 他的关键点还是任务贼怎么跑啊 萨满祭司呢 可以 任务贼可以在萨满这里跑 萨满这套牌是变数的 也不是特别快 任务贼是存在的 你可以就是非常夸张的那种 三四费任务做好 我感觉AX Hope是不敢上任务贼了 就现在这种情势 任务贼是最难跑的呀 我出的话你永远跑不掉啊 假设对方最后就有一套牌 给他四次机会 那就排到战 哇 这棋手 这个棋手只能留一个激活 对 这卡组绝对留不了两张激活 留了就炸了 其实他棋手还蛮狂的 没事 呃 他这个是过于炸虎 没有中期跟上 如果有活地法力 立即跟上 可能就直接压死你 我怎么感觉萨满更狂一点 这个棋手明显是 萨满更狂 是萨满更狂 但是AX Hope就是 中间断的特别厉害 现在他就没法玩了 一把刀 分解有没有 分解活地法力嘛 这两张牌是他中期赢的关键点 分解可以直接上 他优势太大 哇 炸了 亏了亏大了 亏大了 三费也不好打 三费就只能等车分解 对 就萨满已经控场了 而且萨满这边七七特别猛 好 强袭送一个 骗刀 小小时给你砍 那不客气了 圣光会庇护我 两张清雨闪电也厉害 这个对峙的时候 赛婉结场解得太舒服了 飞火流星分解有吗 呃这个不行 那就上这三个吧 呃这个海盗帕奇斯可以不下 变脸 要不上个火羽精灵变脸 变脸 变脸 帕奇斯配合咆哮吧 萨满是这样 他一直认为这套牌 他不压场就输了 所以说他很有可能是传打开了 我觉得他上一场比赛的思路不是这样的 他上一场比赛的思路不是这样的啊 我觉得两回可以交变 交咆哮的时候 他不交 还有两费是上我的胜负手女人呢 是 两费可以上那个暴力龙幼崽的时候 我觉得吃个胜负手 对他没有上 他变了一个脸直接 就把场面全让给对面了 对 那个113是没有必要挤的 是的 那个113只有孔狼有区别 他孔狼已经飞掉了 孔狼的区别也不是很大 我觉得 对孔狼已经扔掉了 而且看到 就是他这个快攻德鲁伊 在二费的时候没有选择下怪压场 选择变脸 这是一个非常浪的节奏 就你理解成一个那个 猎人射的一剑 对 或者说戏牌书抽了一口 是的 而且你手上有怪上 这里还是选择了全交 那么就激活变脸加这个帕奇斯 全扔出去了 看他帕奇斯要扔吧 帕奇斯可可以不扔 剩一费还是扔了吧 我觉得就留着干嘛 不扔吧留着结场 因为配毛笑 配毛笑结场 配毛笑是吧 配毛笑是吧 那张激活太亏了 因为他觉得激活没用了 他右手第一张的话 可能也没什么好东西 就只要不是火起法力和分解 就已经不赢下了 考虑下打脸还是结场 结场 结完就赢了 对面连激活都交了 对我四七七战 几完就赢了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可以可以 这轮场没压住了 三个二号 其实这个场面也就是一个大漩涡的事 这边两个大漩涡呢 小心大漩涡 没事没事 两两雪怪你大凶有什么用 你这把必须法强大小哦 我觉得杰森州上四七七很伤 这里好像不适合上四七七 轻易闪电好一点 太想法我觉得 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上 先轻易闪电 下回合四七七加一 如果你先四七七下回合就炸了 是的我觉得这里轻易闪电好一点 对上四七七的话等于是把脸丢给了对面 而且下回合你什么都干不了 你上四七七对面一定是不会解你的对不对 咆哮走脸或者是下怪不管 再来一个什么buff 还直接就开咆哮了 这边开咆哮的机会很好的 哇吃咆哮 蓝塞咆哮直接打了 8加就是四个怪 8加10 18点 全部打脸 简单 别怂了 对面是不可能秒了你的 你这回合不开咆哮 你之后伤害永远没有这回合高 四个攻击频率你没有咆哮 上一把就是三个攻击频率没有咆哮 这个咆哮相当于一个炎爆 对对不对 三费打十 对你就不要想我后面能不能打出后续伤害 我再看他有个直伤 他似乎是没有直伤 没有直伤 就没有场面就没有伤害的卡组 但这里的话我觉得没得选 嗯 啊杰森中难了 两个情绪闪电废了 嗯还是有机会 因为只要能把场控住就能赢 但是现在怎么控 不太控得住啊 对 情绪闪电加小零件 他能解掉三个 还出不了 船弓解一个 船弓拉出帕吉斯解一个 电剑一个 还有多少血 那算了还是电剑突疼吧 没必要突疼好一点 就杰森中这时候我觉得 潮跑 可以说是打错了吧 就是 我也觉得这个四季上的应该是 他是赌对面有在上去 他是赌对面没咆哮好吧 只能这么说 这里面就闪电剑解一个1 撞一个21 然后再解一个22 如果他当时选择轻易闪电 就好很多 这回合还可以再轻易闪电 全清你就赢了 现在他的问题就是 美红周鲁鱼变一下脸 就一下下把你咬死了 没事没事 马上有嘲讽 嘲讽出神家 需要去嘲讽 你过不了 现在就差 跑笑没了 死了死了死了 就是这个四七七太冒险了 对面场面上有3个2 我觉得 XHOPE没有手牌的情况下 怎么都不可能解四七七 那等于说是我 还过载了 这个四七七不能踢脸 又不能踢脸 只能解场 非常弱 其实相当于六费上了一个怪 在那里不停的解场 对 假设对面没咆哮 我觉得他也不可能怪你四七七 你四七七又不能踢脸 大家都是快攻嘛 快攻的时候攻击频率 肯定是很重要的 然后对方这场 加那么多攻击频率的时候 你还是先去解掉一个 就是轻易闪电这卡 厉害就厉害在 我降了对方一个攻击频率 我自己加了一个攻击 又战场 而且他不过载 你下关很灵活 你要四七七五费再下吧 四费加了四七七五费就完蛋了 五费完蛋了 想想一下 你五费再打个轻易闪电 加一个闪电剑 对方没怪了 刚才运气还算不错 抽了一个哈哈 如果不抽哈哈更惨 只能打闪电剑加图腾 好 这样的话 X-HOP扳回一局之后 德鲁伊先走掉了 但是德鲁伊是不是这个对局的关键 我们从来都是认为德鲁伊可以直接跑掉的 关键还是那个盗贼 如果我们不算X-HOP的贼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对局差不多的 现在 但是X-HOP这个任务贼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啊 是的 其实他的任务贼里没带两个杀手蟹 我觉得就好很多了 我觉得带杀手蟹的话 任务贼任务又完成不了了 你可以无限回杀手蟹完成任务 现在任务贼你可以靠二一一拖一一嘲讽这个愚人 据说还有一种方式叫做 戴末日跟杀手蟹你比较一下 我觉得 还是 都挺差的 二一愚人 二一愚人拉嘲讽 二一愚人是那个做完任务以后比较厉 两种方式嘛 带二一愚人的就不带冰川猎片的 带猎片就不带鱼人了 他这种是全带了 他全带了 对 就是双冰川猎片双鱼人 也算是防了一手快攻 防了一手快攻的 这样我觉得就生物带的种类太多容易完成不了任务 火炎元素就他完成任务的东西带的有点多啊 好这个杀手蟹能不能立功 这个猎人是两张杀手蟹的 是啊就等到对面上快了 哦杰森这个是一张啊 这边 呃这边跳土狼吃一刀 上磁斑虎好像是可以 肯定是上 磁斑虎了 上杀手蟹吧 也可以我也觉得别贪了 上杀手蟹不贪了 老虎被那白痴我肯定是不情爱了吧 是的 从他的视角老虎并不是白痴 一换一 老虎你看人家白痴我一个 咬嘲讽是吧 咬嘲讽治疗 你全部都看不懂 那么一图腾你也不是特别赚 不贪的话肯定是上杀手蟹 来我们看一下 上了格拉卡发行蟹 其实蛮纠结的 呃我觉得上杀手蟹没什么问题 伊菲这边应该是没有海盗了 都上了这个 有海盗肯定先摁在地上了对吧 有海盗有没有可能藏一手的 也可能 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海盗然后藏一手 有是有的有可能 但是你现在没有牌可以打 对 没有牌 你看他上了土狼了 还是不舍得卖杀手蟹 对就想吃一个海盗 那这样的话被这边一刀A掉 场面就 雪崩 崩盘了 就猎人的话一二费崩盘后面非常难打 同理可见就是猎人打法师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法力浮龙猎人的胜率减70% 关键还是先后手的问题 就是我是一个猎人 我打猎人最怕什么呢 他一费拍一个手板虎磁板虎上来 然后我两费有个22 我上不上呢 猎人一费很 就一千上怪 有个先手 对我上去了以后他一个土狼两个一撞 哇我炸了 AXOP这里还是选择上四个吧 如果他上回合有 如果这边有大穴窝的话 这游戏你就赢不了了 可以我觉得这里是烈士局面下要搏一搏 呃就算上四个我觉得场面都不用 因为解一解就剩就剩一头 对 而且对方两个是挑你四个的加一把刀 而且还是要上四个 不是说猎人打上完是最难的吧 这是被抓的呀 先后手的问题 他选择上了格拉卡帕音线 帕音线 那么其实是不如上五个上的嘛 其实 不过他是为了保证下回合能有一个野兽能训 有三费的时候上一堆野兽的话至少熏手是不会卡手的 那么这样就砍了 然后上四头蟹还有机会 再抽个两费的那个随便进化啥的 再抽个一费行不行 呃狮子没有 全上了吧全上了吧 呃 千万不能射箭这里 射箭赢不了 射箭是肯定难受了 好那么这边没有大穴窝 这是一波反场的机会 狼魂啊 狼魂 狼魂会被薛兽师吃点一个还好 对还行 能接受 这样的话双方都能接受 这两个薛兽师有点厉害了 就每回合都能buff到野兽 我觉得还是 buff不到了 第二个buff不到了 第二个buff不到了 是的 如果我第二个也能buff到就好 就还能打个5开 这个一定是解光的嘛 对一定是解光你所有野兽 你一个都不会留了 我一个电剑就解光了 学法上不 学法闪电剑 学法上了吧 不需要这个法枪 全清理 你现在第二个薛兽师卡住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抓个1费就好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找 X-TOP有几张放狗了 X-TOP有几张放狗 看一下 结果技能 没有 大吃一惊 他全抽1费了 可以战可以战 他没有放狗 他没有放狗 那这边 两个狮子还可以 只要你抢不住我 狮子是不是无敌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477厉害啊 477 不好不好 我也觉得不好 4加1下回合 是的 那上青玉闪电比477要好 就还是 很多时候青玉闪电竟然比477强 主要是考虑到你下回合 阿雅黑掌 这样的话 477打一些慢速职业的时候 比较厉害嘛 但是打快攻内战的话 还是攻击频率 现在攻击频率 起来了以后 猎人就像一个狮子 我打你4个感觉还是很虚心理 猎人已经没有训兽师了 那这个狮子的话 还是只能解场 那就是一个比较弱的狮子 看不见 诶 火蛇 不解了吧 阿雅黑掌吧 对面没放狗 火蛇狼魂图腾 给你杀个金光 也是个血像 对 对不对 主要是这个杀法实在太赚了 太赚了吧 我用了一堆零弓 是的 一弓就把你狮子干掉了 这就是攻击频率的强力之处嘛 这个可以不理 全解了吧 又不亏 下回合我还是五个攻击频率 猎人之后还是一点都不贪 这下已经是癫癫上局了 下回合还是可以艾牙黑掌队的 你狮子 这里上来我可能真看不见了 狮子 这里可能不会狮子 可能会杀戮火蛇 如果狮子是真的赢不了 杀戮火蛇也赢不了 什么都 杀戮火蛇我觉得更赢不了 那好吧上狮子 他没有放狗 没有翻盘点 帕奇斯配合火蛇有点厉害 先上艾牙黑掌吧对吧 这个狮子是真的不会管了 别解了吧 不可能解了吧 也不一定 看杰森的想法选择一加七四 你要解 两个一就白吃你狮子 两个一就换了一个狮子 可以解可以解 然后呢两个土狼还被我白吃 这这里我觉得是 他卖这个我觉得有点亏吧 以我的 他保个墙 我的话肯定打脸了 但是你可以保两个一血强 也是啊 少了一个二一的吧 少了一个二一 实际也没问题优势那么大了随便打的 对 现在是优势很大对面没有放狗 又来个狮子 你这次真不解了吧 我不信你这次还解 讲个笑话 杰森周解狮子 哇靠 两头狮子这样都解了 虽然有火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打脸早赢了 但是解了也挺我的 对面没放狗的呀 对面没放狗 没AOE 这个场面真的是不可能翻的吧 杰森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解了你 我都想不出来 你全路是有牌能翻 对 如果我不解 我解的话全路是加起来什么牌能翻 我要想一下 杰森周的爱好是解狮子跟解牛的不一样 狮子威胁要大一点 我觉得解狮子比解牛 解狮还难 还复杂一点 但解牛的话两个攻击品 狮子三个攻击品 这次你是真解不完了 大衰窝可以解 没有那算了别解了 不可能再解了吧 这我不信 这个二解不现在窝起来了 二二 没放狗的 没放狗的 其实没放狗 知道没放狗我觉得也 可以不解 可以不解 对我们是知道 XHOME没有放狗的 解了 解了 那么这里 狮子肯定不解了 这个是没有解 就算这样打你 还是赢了 也是一点智慧都没有的 其实我多希望 XHOME能给的 来点机会 雷欧克能不能翻 不行 雷欧克也翻不了 这边火蛇 要用杀路解 翻不了 杀路还是要解火蛇 杀路解火蛇 然后 狮子撞个33 蝙蝠射箭 还能怎么样呢 解了七七 杀路七七 猪撞七七 吃了火蛇 这怎么打 这怎么赢 现在是这样的 他需要一个犀牛 把这个狮子所有的全部冲出来 我觉得还有犀 对吧 我觉得杰森周 那这么想的话 终于找到答案了 为什么要解狮子 防犀牛 犀牛 犀牛 是的是的是的 犀牛 但狮子死不了啊 他在灯魂上怎么死啊 当时狮子是死不了 这个解释不成为了 现在才能死 那我们只能采访一下 等他夺冠招采访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解两头狮子 反正我觉得杰森周 已经很大了 要不这里别解了 要不走脸算了 跟他拼了 别解的话 就是防一个斩杀就可以了 别防了吧 我觉得防了赢不了了 这里确实没有死啊 有把刀的話其實已經死了 但是 這樣看 抽雙殺路有沒有機會 哎呀嘲諷又斷掉了這個機會 本來雙殺路夠了 剛好24 鼻荒 傑森周會結場 我覺得傑森周之前 如果之前不結場的話 他已經贏了 他這裡5-3解豬 然後7-7走臉提刀上怪 必贏的 對 把那個2-1都解掉也沒有問題 2-1的話隨便吧 拿臉解 解的也行 對解的也行 好傑森周現在不結場了 呃 會輸嗎 這次換了一下 雙殺路插2 淘寶都不死 那不輸這什麼 雙殺路是插2的 是的 犀牛 你也解不了什麼 這個犀牛很強的其實已經 能解 但是你被一刀 你沒強啊 你被一刀就死了 對你沒強啊 有別的方式贏嗎 殺路自己獅子不行啊 獅子能死 獅子能死 為什麼要殺自己獅子 不是 就是如果有土狼的情況下 你可以把自己獅子殺了 然後爆發高了 再拿兩個小狼衝出來 這波一定要打死才能贏嗎 對打不死了已經 今天神舟現在只剩下一個海盜戰了 那三關海盜戰 我覺得先從簡單的來吧 我任武賊是打死都不會出了 其他的都可以上 對 不是你最後上總是要出了嗎 那我最後 最後上最後上 最後上 其實這樣講 任武賊我覺得 是存在特別糊的 嗯 硬說一九開 我覺得兩成勝率應該能做得到 呃我覺得 兩成應該能 兩成左右左右左右 兩成左右吧 畢竟有雙兵雙人數對吧 是的 這個東西特別課人 而且上之前那把打獵人 要不是他鬼抽那麼多輪吃 他也就跑了對吧 我覺得他當年抽 私下發化成二影步 就是 碾壓局甚至是 我覺得那波太 第一把的時候太傷了 這是一個 XP重大的機會啊 三關海盜戰的夢想啊 先出殺手蟹吧 先不出盜賊 先出殺手蟹多了吧 哪個最多 自己獵人雙殺手蟹 來一波 萨滿雙殺手蟹 萨滿被搬了 萨滿沒了 猎人兩個 然後他自己的海盜戰士 沒有帶的 沒有 烈戰都可以吧 反正就這兩個職業了 那麼還是出獵人吧 因為畢竟他的戰士 沒有帶殺手蟹 對他的戰士沒帶 對面是帶了 一張 好先 不找殺手蟹 先用滅了 不找殺手蟹 一二三這個棄手太難得了 不找殺手蟹了 先手一二三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一在打海盜戰的時候有點弱 沒有 勾子就好 他把一換了 哎 一上了 一上了 一已經上了 換了一個詹姆斯 詹姆斯還可以 哈哈 哇 這下崩了 就哈哈直接撞了 這 如果一費沒怪傑森周的話 傑森周如果一費沒怪 xhop很有機會 對我覺得是 一費有關以後 只是完全不一樣啦 一費哈哈撞了一 然後上土狼一刀砍了 三費直接升級下 5G走臉了 你比較一下 這邊的戰士可 生物要比那邊的要強很多啊 是的 對人現在順著拍 但是他的生物質量其實是差很多的 太差了 他這個土狼二費就直接比不了了 這邊 哎 給了一點機會嗎 算是 沒給 沒給 給老外婆還是給了 老外婆可以 老外婆給了 如果說不是老外婆的話 這邊的話 千戰服硬逼哈哈也是可以 基本上全性的 那麽傑森就考慮到什麽去貪這個時候 萬一夏威夺出發棋怎麼辦 他是想這樣的 我武器硬幣傳攻更靈活 他可能想兩費持刀 然後三費硬幣傳攻加升級吧 都可以 對他可能是這麽打 那就武器不動了 對 武器砍了一吧 他想升級武器嗎 這是 就是留著哈哈加硬幣 對他心想哈哈硬幣加那個升級吧 這樣打是不是太慢了 有點貪了 這樣打的話就比較貪了 這樣場面獵人的場面越來越好 我覺得 我覺得他這麽打的話 是給獵人機會 怎麽要輸了 他起手直接衝掉 我覺得優勢很大 打一抽一他每一張牌 這場都比獵人高那麽一點點 對 這樣獵人累積了三個升 突然間場面不對了 而且像章鼠這麽東西都特別煩了 那要不就別結場了 這樣一個訓獸師你就死了 如果你結場 但是你再結場 你現在怎麽解 你不解的話土牢 訓獸師全都爆炸 我覺得都已經爆炸了現在 我覺得精神中這麽有點打臉戰 太緩了 太 就是 一費不上怪 二費又什麽都不做 對 給對面一個魂雪球的機會了 解一個打臉了 區別也不是很大 這邊能不能過到訓獸師很關鍵 有訓獸師就真的翻了 這裏有訓獸師太舒服了 動夥伴這回合下不了 叫殺戮 殺戮然後二二撞二一 或者一一撞二一了 交殺戮吧 對一一撞二一吧 這樣的話下回合可以土狼加動夥伴 這把是不是可以這麽說 過到訓獸師這邊就能翻 是 其實X我們就差掉訓獸師 他場面雖然發展了 但是 是沒有訓獸師還是沒有贏 贏點 看到這個場面我彷彿理解了 為什麽帶鳳凰 你看如果帶鳳凰的話 二二解掉了 是吧 這裏土狼加詹姆斯 土狼加動夥伴吧 詹姆斯到最後再出 雷歐克朱和米莎都OK 對對對 這裡動夥伴先 詹姆斯有點弱 我覺得場攻一下子就比獵人高 獵人就高了 獵人好像贏了 獵人翻了 獵人贏了 其實他並沒有 需要翻過 我們看手牌來看的話 要是階層之後有死 這個一飛的時候 海盜怕急是二飛刀 一飛不動太傷了 一飛不動太傷了 對一飛掛機 這裡直接這死打了吧 武器裹 武器裹 拿怪打臉 這裡這樣保險 不解土狼了吧 那 武器砍土狼吧 那這 太疼了 這樣可以多賣點血 這次打6 武器砍土狼的話 是要賣8血 但是這樣的話 還行 我賣了之後 你看場面我又 又站住了 對對對 這個抽得好 就是3-3海盜抽得好 其實我是欣賞於這裡交致死的呀 賣臉 致死可以打得更凶 也是 好吧 其實我覺得可能會 哇 犀牛來得厲害 有點厲害 犀牛直接衝個吃鹽蝙蝠 直接撞在那個3-3上面 你這把刀還是要砍我的犀牛的 這把MVP難道是那個銀背組長啊 詹姆斯 詹姆斯 我靠 這個 他這樣打的話 多佔一點怪 本來你這把刀也要截我的 對 你敢不截我犀牛 我覺得這次要無腦打臉了 打敗火車王直接走臉怎樣 火車王走臉還是發血 再要上攻 5.6789 9點射箭 一張殺戮就死了 有點疼 因為有犀牛不是一個殺戮死 但這裡不能截場 獅子也死了 火車王走臉算了吧 火車王走臉不能點盾好氣啊 火車王走臉的話這邊 三六一十八也不夠 我們就假設啊 自死可以打六 我抽到打六 火車王打六 火車王打六還差一血 那要不要 自死點盾 等一下我抽一個鷹打 自死的話 那你剛剛留自死 還不是留庫卡龍啊 你自死就我來打六 才留下來的對不對 對啊 那麼就不可能打掉啊 那賣船長點個盾吧 我們現在要點盾呀 賣船 賣船長點盾走臉 對 還是把犀牛砍了吧 要不 這樣 那就實在不行 我们在砍了犀牛的话 这边输出差太多了 是呀 肯定是不能砍犀牛 那就致死犀牛转甲破 刀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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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看到这个詹姆斯的话可能就放弃了 没机会了呀 我这王都冲不出去了 库卡龙再抽一个嘛 好 果然致死了犀牛一刀开脸 这样的话我们关注一下双方的血线 这边的话是16点 对面的话就13点 13点血表示特别稳 毫无压力 一死强 虞仲姬来了 尤其还是来了 尤其结束了 尤其结束了 先下一个 你能过这个下方再加一个 还是我们回头Efe Efe来说太关键了 前面的话先生总是有机会控住常打的 控常打 抽一个哈哈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我觉得他那个哈哈一下就赢了 对啊 他完全可以控常打 但他选择的憋刀 因为你一费上那个哈哈 对方那个二一是不可能解掉的 那么你下回起刀有五点场攻 你他上啥你解啥 对你猎人一个怪都没有 然后你慢慢的也能升到级 就场面还会滚血球 就那一手其实是感觉没有任何理由 不出哈哈是吧 对 就是你留哈哈竟然把哈哈 从一费一直留留 留到三费硬并出 是 感觉有点 你是这样还有一种风险抽海盗帕奇斯呢 对啊 就突然间失了智的感觉 是的 奥金太晚了 太晚了 那么猎人先第一把 三关海盗战完成了第一步 然后再来一波海盗战内战 对其实这个杰森这把海盗战 我觉得是很顺很顺的 很狐啊 我觉得不能 不能要求更多了 而且对面是一个 没有抓到格拉卡发现线 就一个 他有没有可能防御手 那个杀手线呢 他起手 他不上哈哈的原因 我觉得不太有可能 好吧 就强行解释一下吧 对 因为其实正常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这一手冲哈哈 就发现也不必要 但是我们想到 如果你跟海盗战防杀手线 那这个海盗就很难 你后面说的海盗永远都被吃了 想选手的想法就只能这么想的 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猜测 我一费不上哈哈 不冲帕吉斯 你两费会裸上山友蟹 然后我其他把一山友蟹砍了 然后下我和哈哈还加升级武器 我猜他是这么想的 我有上这些 我有上这些 我打海盗大人绝对不下 那也没办法 应该说这么想的吧 我宁可卖土狼 我也不会下的 嗯 再来回忆一下 其实这把猎人赢得特别不容易 你看我猎人一费抽的是什么 是 宝石鹦鹉 二费是什么 土狼 治疗太低了 然后三费 这个脏鼠看上去也 鼠群也比较弱 也很弱 青蓝都站住场了 嗯 主要是 他一费上了一个 你不解 那两费两个 你还是不解 三费已经三个怪了 不止了 三费不好意思五个了 因为鼠群里面还有两个 对 就是王羽还很多 这边狼外婆里面还有王羽 对 这把是真的难 这个起手还可以啊 有点难 对面武器伤害太高了 这个起手不好打啊 对面伤害太高了 老规矩嘛 换一张船弓吧 要不两张船弓留了也行 就留两张船弓 要不拿船弓做任务 对 起手不换了就这样吧 火雨精灵换了吧 火雨精灵也不换 我也说火雨精灵换了吧 火雨精灵你觉得要换吗 换个我都是没有用的 常行拿船弓做了 我是觉得火雨精灵 至少他能 四个能上场的生物 那要不就船弓全换了 就是起手我只想一件事 怎么把任务做好 那这样想的话 换精灵留两船弓 因为船弓 那这样一费的话 就要硬币上任务了 还有全留了 全留了 全留了一费可以不做任务吗 就是我船弓的话 我可以先挂刀 没事我可以硬币挂刀 对 硬币挂刀实时可行选项 哇差一步 差一步 就这样看的话 我们马上发现 差一张牌就做完了 先上元素嘛 他就是想一费先上元素 然后不挂机 哇这任务贼有机会啊 真的是一张 呃杀手蟹 杀手蟹 呃 还行还行 这样还行吗 杀手蟹杀一个 真的不会崩 呃 诶 这边可以跳这个 可以换思路了 可以换思路了 这个已经做好了 对换思路吧换思路吧 别别上那个了 跳怪 对 硬币挑那个3 这样的话王羽已经做好了 这里XHOPE会不会有一种神一样的意思 防杀手蟹 就是哈哈直接撞死 有这种意思的话 这把 这个没关系 这没关系 这一盘 这一盘杀手蟹不重要 对 这盘以后我们都是5 5 对 他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对 这边 升级加 苦卡龙 啊不加那个 雪帆 雪帆 走脸了吧 有没有可能是保一下这个 不可能 因为这个减这个23太蠢了 走脸吧 这23他要自己送的 因为从他的视角来看 对方手蟹就有三张那个1了 就是他已经知道对方任务 马上就要做完了 那么如果你再去结场的话 是不是有点慢呢 我觉得可以考虑结场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不结场我6弓白上了 就从选手死角的话 他结场的理由就是保6弓 那么这5已经完全了 那我传光冲出来 这回合传光冲出来 下回合4个全肉 是 5分热5一开 现在最重要的是司机打发 笔手传光解了就是了 对啊 笔手传光解了 能不能把所有的海盗卖掉 不给杀手蟹的机会呢 可以 可以啊 没有问题 但是 但是我们退回来说 但是 他会这么做吗 他会这么上帝视角吗 应该会 应该会啊 没问题 他不会卖脸撕这个6三 那就会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一定的一一冲锋 55 变55 很强的一个任务 是的 这是 天狐的任务 贼 这个就可能是不解了 天狐任务贼也不一定能阴海道战 我们反过来想一下 他上回过不解那个23 是不是 更好一点 对的 因为 对方如果被四职 这任务竟然完成了 三个往下丢 暗影部直接回手再丢 是的 三个全丢了 三个全丢 暗影部也再丢 对 冲锋无五哈哈 就打某一些职业的话 可能会刘暗影部那个不出 但这个场面的话 任务战是 出啊出啊出啊 打脸战不可能解得掉 嗯 你解不解得掉 我都得出嘛 下回会有一个 55冲锋 然后回手再冲 嗯 不够费的 我们回忆一下 就是如果那波不砍的话 杰森周是不是 就很稳 那刀砍脸 不行 我自己送了就是 对 这样我任务做好了 下回如果有四职代发 一定赢了 没有四职代发 因为是很大 秒了你 有四职代发 我就秒了你 是的 没有四职代发 可能是再次升级武器 才有机会 已经不行了 来不及了 因为斩杀太高了 你看有强 这里不用管 只有直接全拍了 032全拍了 然后 杀手线 杀手线卡了 杀手线吃自己的那个 不是吧 真的要吃自己吗 自己的吃不下去啊 那就转个甲吧 也可以 下不了口 杰森周现在只能打脸了 真的不能解场了 这个场怎么减 那库卡龙的话 伤害是没有 升级武器高的 所以还是升级武器好一点 对 就当那个 恐怖海盗两费剩的吧 如果有 杰森周这边多一个攻击频率的话 是可以考虑解场 那 只有两 现在只有三个攻击频率 最多 那你还剩下 还剩下一个 不会结场 是这样 我结场 对面二十四血开了任务 我怎么赢的 这剧等死嘛 这你结不了场啊 你不能结场啊 其实那个二三都不结的话 其实现在还有机会感觉 点个盾了 水量可以多抢一点 多抢一个四点 对 多抢四点是不太一样的 这里 打脸是十点嘛 多抢四点就有十血了 然后有个库卡龙 随便来再抽一个什么火车王 这次打击来吃 就会赢了 但其实你看XO XO如果抽四地带发 是直接三十水秒的 抽四地带发 太难了啊 这就会直接送你走 防不了 防不了四地带发 好 那XO四地带发可以获胜 现在算一下 他只有十三点血了 四地带发的话是几费 两费三费 不用怕绿四地带发吧 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 不开四地带发也优势很大 对 我就解光就行了 直接解光 直接任务解光 解光 接近周有抽两张牌的机会 两张牌就可以打死 英勇打击 对 两回合的机会能赢 没有了 只有一张了 只有一张嘛 只有一张 厂攻太高了 那就只有一张的机会了 就这回合抽英勇打击啊 厂攻十五点 再配上手上的话 十几点的输死了 那输了 没有 真的差一刀吧 就差那一刀 那刀砍了火焰元素 是水那一刀 砍不砍其实都一样的 对不对 应该是砍的 如果说 砍脸的话 这样 XOB会多一个手里多个船高 但是他那船高是没有任何架子的 对 甚至可以让我杀手蟹吃掉 对吧 是的 嗯 就二费那一刀很关键 那这一刀的话 抉择他 选手肯定是出于保六弓的一个目的 因为起手嘛 也没抢到这么快对面就做完任务了 是的 所以也很好理解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 场面还是要有的嘛 不可能是 其实场面是打一脸的 但是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说 海盗战打任务贼 确实你什么都不解全打脸 更快 对 这是一场速度大战 其实 詹森打的没有问题 詹森作为一个先手 战士 七费打死对面是很好 但对面任务贼六费就打死我 那绝对是对面太快了 对面太快的问题 哇 这任务贼竟然二成的概率就这么跑了 那么观众朋友们 我们到2014年春季赛的决赛 我们又看到了一场海盗战的内战 我们看了一年 今年又来看了 但是有点不太一样 对 就是现在这个海盗战 已经跟当年的海盗战已经不一样了 他已经不是那个欺凌职业了 是的 他是T1好吧 他是T1中的T1 现在还是 他比以前更强了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现在因为有了像防炸 乃琪这种 真的是打到海盗战没什么办法 有很多克星 包括很多人带着格拉卡发行线 是的 像上个版本 你敢想一下 我们可以三关海盗战吗 是不敢想的 但这回合 这一次我们AXOB已经 完成了两关了 就差 最后 就差海盗战内战 这是已经很近了 因为这一盘 双方五五开 我觉得杰森周呢 他平常是一个任务战玩家 就是一个后期型 他打海盗战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点 不会 因为他已经打了上个版本 他一直在打 也是一直在打海盗战 那就没什么问题 但我觉得他的海盗战是这样的 他的海盗战太贪升级了 嗯 就是那回合 贪升级 贪的太过了 打猎人的时候 对 经历了加基森年的 海盗战们 就是职业学手们 应该没有不会打海盗战的吧 有 他只是想法不太一样而已 这边帕森次肯定要换 呃 升级其实 战士的棋手 下面肯定是只留二三三 二三 都蛮尴尬的 他会全换 他会找到 我觉得升级加二 全方棋手 哇 杰森周有一个 飞把玻璃 无了 那个一一就不一样了 对 这个玻璃特别的压场 就厉害 那么优势是实际很大了 优势太大了吧 哇优势太大了 杰森周优势很大 杰森周 杰森周 杰森周怎么输 其实我觉得 XO取手一加二是可以留的 就是你一费就直接升级 两费二三三出 不 这个的话就不够贪啊 哇 就留的话就要保守 雪崩雪崩雪崩 随便打了 随便打随便打 把这个 那家海盗换成火与凤凰 都不知道怎么说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 风格就是风格问题啊 我在天上碰到的所有的人 这 到这时候这把刀 一定只有一耐久了 哦对啊 他竟然不砍 我觉得难以理解 其实还好 他真的手上没刀 那一战还好 手上没刀 我就这么说吧 那一战的话还好 我这比较是个三杠四 这是一个刺客之刃 对不对 他觉得要结场嘛 就下回我直接升级一下 那这个直觉的话 再下回备成一个三杠四了 不知道砍不砍得完 对 没事 我三杠四盯一下开始砍 关键是可能砍不完 因为你五杠八 凹净服 要把他顶掉呢 没事没事 我先兔卡龙嘛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选手的想法 选手的想法就是 我每回合都有事做 这我不太可能会换刀 对的 所以我每一刀 一攻 我无所谓 这边为了把场面搬回来 直接迈旧的三四了 刀都没有 三四有何用 我要这三四有什么用 伸直加伸直 直接变成三杠五吧 好吧 这把刀绝对用不完 下额是四杠五 其实是四杠四 我们看见他从把牙签变成了一把 目前是刺客之刃 下额变成了死亡之咬 再往后就变成了一个 奥金虎 能不能成为血火呢 这把可能机会不大 最终有机会成为灰烬之怒 那只能库卡龙冲一波三四就算了 自私打击打也一样吧 自私打击打 有个战怪的可能性嘛 对 那这边继续升级武器 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没有任何机会了 没有了 其实十手前两回打完我觉得 在XOB点盾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没机会了 是的 这里抽什么都不可能翻了 这里还是非常心疼一下XOB的 XOB在大劣势的情况下 在卡组和劣势的情况下 大劣势的情况下 依然是搬到了最后一局 但是万万没想到 卡了 发展员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感觉这几场看起来还是比较精彩的 就是有各种翻盘出现 是的 但是这一盘 因为海盗带是一个 不存在翻强能力的卡组 除非他带个傻龙 已经 带傻龙有什么用的 现在已经到不了实费了 我又升级去当法术 那么这边就该上的全上的就好 我们看 Jensen这边是一点费用都不差 对 每一手的伤害都是到了极致 XOP那边是每一手都卡到 就是反过来想是把刀器还是可以砍的 因为 用不完 现在还剩那么多耐久 没啥用 就有可能你会差一伤 如果这对方也特别糊 我觉得吧还是 可以砍对吧 那选手肯定是保守 好那我们恭喜一下OM战队的栽生装 获得了2017 炉石传说黄金 超级来赛春季赛的冠军 好那我们也同样印证了那一句话 我们打炉石靠的是实力 刚刚那几局真的打得非常的难舍难分啊 那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Jensen Joe 此时此刻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这应该是我今年拿的第一个冠军吧 然后还是蛮开心的 总算今年开张了 然后还是蛮高兴的 非常对不起XO 把他的冠军给抢了 那对于之后即将要进行的一系列的比赛 你有者怎么样的打算和准备呢 接下来要打一个中欧 然后要打一个春季赛嘛 那去年我江建华打得还行 但是犯了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 然后导致我倒在四强 那今年是其实特别希望能再进一次嘉年化 看能不能自己再进一步 至于中欧的话 应该是跟我们其他的七位中国选手一起努力 珍惜把法拉利留在中国吧 那么也是再次的恭喜我们的恒河战神啊 一路的过关斩将 最后夺得了春季赛的冠心 而本次春季赛的四强都将获得我们接下来的中欧对抗赛 以及世界锦标赛春季赛的出战名额 也让我们欢迎他们出场 有请AHQ DOG 特兰克斯还有XHOPE 那首先我们的XHOPE是一位实力与特色兼具的选手啊 刚刚打的也是非常的好 特兰克斯特审呢 这次是以黑马之势 一路的从我们的瑞士轮踢筋斩击 也同样的表现不俗 狗哥狗神呢 在本次的春季赛中发挥也非常的稳定和超神 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位选手啊 让我们再一次的恭喜他们 那么也是希望这次位选手在之后的中欧对抗赛 还要我们的市井赛春季赛中 继续的向着我们的冠军冲刺 相信他们能够打出风采 证明自己的实力 也再次的恭喜 这次周为我们本次卢士传说黄金超级联赛春季赛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请再一次举起象征着冠军的奖杯 享受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吧 好的 给你要的精彩 各位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伴随着杰森州的夺冠 本次2017卢士传说黄金超级联赛春季赛的决赛 到这里已经圆满落幕了 让我们在之后的中欧对抗赛 以及市井赛春季赛 还有我们的黄金超级联赛夏季赛中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